大家好,我是文蕊,最近整个中国的汽车价格大幅度下降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成为了一个焦点 特别是东风集团薛腿龙C6这款轿车它的价格从21万降到了12万左右 这个就是9万元左右的降低 它其实不是直接降价了,是湖北省政府的财政补贴 总之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整个降幅是很大的 很多人我看在网络里面说,以前看C6这个车显得很老 但是现在看来就是说显得它成熟稳重,大致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说价格大幅度下降,让很多消费者觉得心里面很开心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从东风集团开始,很多其他的品牌也开始下降 甚至已经到了奔驰宝马奥迪这个状况 开始价格降低,有很多传闻了 说这个就是奔驰的有一款车降了11万左右等等 这些消息有真有假 然后我就看国内有些自媒体的 然后他们就直接去这个4S店里面去问 去问到底降多了 然后说奥迪A3有一个4S店降了6万左右 从20万多一点降到了15万左右 奥迪A3的情况 然后还有一个人到这个奔驰的4S店问 是不是说像传言一样说某款车降了11万左右 然后人说不是,但是也确实降了6万元左右 大家看看整个中国汽车的价格降低 最后现在已经到了奔驰宝马奥迪这个程度了 大家看一下整个情况是非常糟糕的 当然我这么说,还有一个说法 很多人说你们不要大英小怪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中国要在7月1号那天改变排放标准 要变成国六币 总之就很严格 所以说之前有很多库存 这些库存达不到这种国六币的标准 这些车型卖不出去到时候 所以他们很着急 现在就是为了这一点 所以大量在去库存 所以说价格在降低 但这个事情 其实我看国内的很多自媒体人也在说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并不是非要强调的一个理由 因为他们的讲法就是说 其实在国内的很多车厂 他们已经早已经做了布局了 他们知道7月1号要颁布国六币的标准 所以他们以前生产的车 很多其实都已经达到这个标准 这个不能将这称为这次汽车大幅度价格下降的一个理由 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这次整个汽车价格 为什么降幅会这么大呢? 原因是什么呢? 咱们稍微说 咱们一起来说说 首先就是从特斯拉开始说 特斯拉前段时间降幅不是很大吗 这个事情对整个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冲击是很大的 以前我也做过视频 就是说很多新能源汽车 像卫销里降幅很大 这个销量 甚至有些品牌销量降幅 达到了这种脚踝斩这种一个程度 但事实上特斯拉 它再次降加对于整个传统汽车行业冲击也是非常大的 对吧 怎么说呢? 就是特斯拉这个品牌 它这个价值你不容小觑 一说特斯拉 对不对?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我什么都不用说太多 本田雅阁 什么丰田加美 然后通用别克 或者是什么大众的 什么捷达等等这些品牌 然后我突然说 特斯拉 大家什么感觉? 是不是会感觉我特斯拉这很高杂上 很有范儿? 对不对? 如果价格差距很大 特斯拉非常贵的话 那大家也不想了 如果特斯拉价格降下来了 对不对? 甚至和其他的 刚才我说的很多品牌 差不多 甚至价格就算是稍微贵一点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会买特斯拉 对吧? 有范儿 对不对? 再一个就是有补贴 再一个就是 它这个就省油 就没有油 没有油钱了 对吧? 相对可能行驶费用可能会低一点 所以说大家就买特斯拉了 对不对? 这个就会给传统的这些车厂造成很大的压力 这是压力最大的 压力最大的之一 有可能就是东风集团 东风集团 就是像标志 雪铁龙这些车 可能很多消费者 我猜国内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买日本车 或者是德国车 对不对? 他们东风集团压力会非常大 他也想再这么不卖的话 不降价的话 可能以后就真卖不出去了 所以说他们就痛惊思痛 就开始大规模的降价 对不对? 前面有特斯拉降价 后面有东风集团降价 中间这些车厂日系 对吧? 包括德国的美国车 那就着急了 怎么办呢? 这个事情 赶紧卖 他们就开始赶紧降价 就是已经到了 达到了奔驰宝马 奥迪的程度了 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那么到了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说到底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真实原因就是 我觉得 就是整个的 有购车愿望的人 有能力购车的群体 大幅度减少了 那特斯拉为什么突然降价? 当然我不知道 我不是人家的决策人 我猜他们就是觉得 他们看到了这个市场的变化 对吧? 他们知道很多人 这个购买能力不行 他们就把这个价格降下来 然后就是满足这群消费者的需求 然后占领这部分市场 整体这个就是说 这个蛋糕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所以这些汽车企业都非常非常着急 都想把这个仅有的蛋糕抓到自己身 但是哪有那么容易 所以说呢 就只能是大家不停的这个降价 对不对 那降到这种程度的话呢 有人说现在大家也别买 洗手也别买 对不对 等到再过段时间 价格可能会降得更低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这个非常非常大的 总之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下滑的非常严重 大家都没有钱买车 你说怎么办吧 而且就说这个汽车产业吧 它还有个特别之处 它跟房地产不一样 房地产的房子 你说我盖完了 没人买 对不对 那你放个一年两年三年 对吧 那说句不好听点 放个五年 那也可以啊 对不对 放个十年 这有点夸张 但以后 那也能卖出去 比如说经济 比如说经济恢复 汽车不行的 是吧 你说你汽车放个一个月两个月 半年 好像还勉强说的过去 你说汽车放一年 对吧 咱也忍了 一年忍了 你说放两年 那这车真就远不去了 是吧 就是咱就说 你可能对汽车不了解 你对机械也不了解 对一些什么物理化学 你都不懂 对不对 你说这个车 它已经放了两年了 你还能把它当做新车吗 起码你会知道 是不是金属会生锈 对吧 有一些塑料管件 对吧 或轮胎 会不会老化 你肯定会这个想法 就基本大家都能想到 你说这个车放久了 我不买 肯定不买 是不是 那车在 他也不是说全都在室内 给你好好保管 很多那车大批量的 我看都是在室外 对吧 风吹日晒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车 它等不起 所以它又只能是 你要是不卖 那这边没有办法生产 那你要卖还卖不去 那只能是降价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不论有很多人怎么解释吧 说白了 简单讲就是买车的人少了 然后库存还有一大堆 然后车呢 还不能放 放久了 就真就没人买了 所以说就只能是降价 就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就现在在中国这个状况吧 就是说很多人说 文人你不老说 这个人民币贬值吗 对不对 业了很多钱 对吧 物价要往上涨 那怎么汽车还大部分降价了 你这说的不是不对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中国社会吧 包括其他社会 已经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吧 是这样的 就是和民生密切相关的东西 它是一定会涨价的 就是通货膨胀 水电气暖 包括吃的东西是这样 但是其他的那些东西 可有可无的 那个价格就会大幅度下降 我没有钱吗 对我干嘛去买你那些东西 车对我不开了 对我 现在我手有一辆 这个很一般的车 我开一般车的也可以 所以说没人买了 对不对 你再怎么通货膨胀 那东西没有人要 那只能是降价 这就是很现实的情况 其实现在楼房也是一样 楼房 对不对 就是不论中国政府怎么支撑楼市 它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很多人现在就是保自己的这种基本的生存 就是我能活下去就行 对不对 房子我也不买了 我大不了租一个 是不是 租不了好了 我租差一点 是吧 行不行 所以说房子也没有人买 房子降价肯定也是一个必然 但是只是说 房子这个降价以后 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的冲击 对这个体制稳定性的冲击太大 所以中国政府现在不敢放 但是汽车这一块 它可能也顾不着太多了 对吧 像我刚才讲 车你也挡不起 是不是 所以它就开始放开 这个事情也会影响会非常大 很多车厂 你一旦降下去以后 那就都降到你最后企业就亏钱了 亏钱以后 你就最后就经营不下去了 倒闭的话 还是会导致很多很多这种失业 这是一定的 所以说整个中国经济 都在朝着一个非常负面的方向在发展 这是一个现实 谁挡不住 好 这里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